這次細止一處社區在十一號晚上九點多 張信總幹事看見保全在警衛室打瞌睡 上前造型對方雙方爆發口角 而總幹事一氣之下 隨手拿雜物把對方打到頭破血流 走下線 總幹事整個人醉醺醺還在現場不斷叫囂 看到遠景前來情緒還是相當的激動 而警方擔心他再度傷人 將他帶回派出所保護管束 周信保全也對總幹事提高傷害 九點多 大臣 走下線 三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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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分